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哈迪的一个风向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来的 那么敦马成立土团党的时候呢 卡迪野兴已经开始追随着敦马 那么并在变天之后呢 他就担任元老顾问理事会的媒体通讯局主任 但是呢 他担任主任期间 他的言论依然的非常的犀利 同时也很尖锐 有一次呢 就不小心的就碰到了统治者的议题 最后呢 他就辞去了媒体通讯局主任的这个职位 转而呢 成为首相办公室的媒体顾问 那么卡迪野兴的这个言论呢 绝对是有新闻价值 虽然他每一次的谈话呢 都是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写文章 然后他每一次都会强调说 以上都是我自己的这个言论 但是人家很自然的会把言论的内容 跟首相顿马连在一起来思考 那么这一次他是怎么样说呢 他说首相很仁慈的 就算他在可能在责骂某个人的时候 他们都是没有意识到的 所以呢 现在卡迪野兴呢 就奉劝瓦塔木迪呢 不要太偏激慢撞 或者是对自己的部长职位呢 感到非常安逸 因为呢 他是获得国家元首委任 成为上议员之后呢 才有机会获得首相委任成为部长的 有些时候呢 卡迪野兴的文章呢 内容他的潜持用之呢 都会是调侃当事人 比如说他在这一次 他就提醒我大目的 就告诉他说 你必须要记得 你不是民选的 拜托 别让首相和我们的 这个国家元首难堪 如果你感到不满意 所谓的不满意 就是你对我 卡迪野兴的这个 在文章里面的一些内容 感到不满意的话 欢迎你在这个部落 给发表你的这个意见 他又挑衅别人 他是以调侃的方式 虽然呢 卡迪迦兴他经常说 我纯粹是发表我个人的感受 但是他的身份是非常的特殊 所以很自然的 真的会把他联想到敦马 就让民众感觉到说 这其实是不是敦马的感受 敦马的想法 然后就通过 卡迪野兴的这个笔 来释放出来 而且他这一次讲的 不止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他就透露说 马哈迪呢 曾经也像马智里 驯化的 他说自己非常认同 首相的观点 认为说 没有必要在国民学校 加入宗教化的元素 这点我举手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举角同意 举手赞成 举角同意 因为马来西亚 已经有足够的宗教学校 已经有很多宗教学校了 比如有政府的宗教学校 有各州的宗教学校 有私人宗教学校 还有宗教的室 宗教司属 就比如说 和伊斯兰宗教学校 所以实在是 没有必要在宗教化国小了 就让国民学校 回归到 他原本的初衷 是成为团结各族的 这一个学校所在 而且他也是有特别说到 好像马智里 这么聪明的人 不该不晓得 其实现在很多 乌翼的家长 都是把孩子 都是送到去 这些国民学校里面的 因为他们其实 都是变得跟宗教学校 非常相似的了 而且他还有再特别提到一点 你不要以为 这篇文章里面 只提到两名部长 就不代表着 其他的部长 表现到很好了 他说 只是还没有轮到你 跨湖 被批评而也 把我当成一个 尖课的老老师 是要把他当成 就坐在课室后面的 常常在观察着 每一个人行为的 那一个老师来的 我看他不只是老师 他同时也是 几率主任 殉岛主任 那么我们看回去 我们的内阁部长 其实都是新人 只有当中 只有三个人 有中央 执政中央的经验 就是首相敦马 然后内政部长 孟优丁 以及现任的外交部长 塞福丁 塞福丁之间 他曾经担任过 高教部副部长 至于财政部长 林冠英 以及经济事务部长 阿兹敏 则是拥有 治理州政府的经验 因为他们之前是 兵州首长 以及雪兰的州务大师 那么除了这一些人之外 其他的部长 都是新人 都是新连孔 他们的表现如何呢 其实有一些人 包括新门内部 都有一些不满的声音 认为其实 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那么其实 我们都是打工主 我们都知道 如果我们换工 在新公司上班的时候 都有三到六个月的 试用期 如果满意的话 那么老板 就会继续让你工作 如果不满意的话 对不起 收拾包袱 走人了 那么之前被点名 表现欠家的这些部长 比如说有马智里 还有这个乡区发展部长 Rina Harun 这两人呢 可能就会被刷下 但是这是媒体 以及一些猜测者的猜测 那么除了这两人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人 被提 被点名到 或者是他们被受影响 就包括了这个Azmin Azmin可能会从 经济事务部调到去 教育部来取代马智里 那么新任的 经济事务部长呢 可能就是刚刚才加入土团党的 前茂工部长 这个穆斯塔法勒 所以这一些呢 都是媒体的这个材质 那么敦马 他就曾经说过 他不满内阁部长的一些表现 但是他说 不会进行内阁概述 但是这一些呢 都还有在进一步的观察 再等一等好了 好 那么最后呢 也要感谢志峰 带我们关注今天国内的三折 重点新闻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